我们的频道,明明桑,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高双双 好,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五周六傍晚会举办客家农民市集 日期还搭配了客与说故事,闯关游戏,以及免线编织DIY的活动 那么吸引了大小朋友共同来参加 市长魏家彦说,未来会持续透过有趣的活动来举办 让客与推广融合在生活当中 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傍晚会举办客家农民市集 日前还搭配了客与说故事,闯关游戏,以及免线编织DIY的活动 吸引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市长魏家彦表示,未来会持续透过有趣的活动举办 让客与推广融合在生活当中 今年是跟农粮署争取了第三年的农民市集的一个活动 客家活动 那是在我们本所的后面的客行所的这些管设当中 那这边不仅有客与的闯关,还有手作 那更有更多的一些客家美食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华联在地的一些农作产品 藉由客家的这个跟我们农粮署申请这样的经费 可以跟我们农民做一个结合 那不仅可以行销我们农特产品 更可以推广我们的客与做一个连结 那其实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甚至于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个市集当中 不只是在我们本所后面 那曾经也有在我们国庆里这边又办过主婶节等等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客家农民市集有各种摊位 让民众可以来选购好物 客与说故事是由小老师以戏剧方式带领小朋友学习客语 而棉线编织DIY也有多组的亲子来报名 共同编织专属的花边节首腕神 以及麻花扭扭节边神 大人小孩都非常认真的在完成自己的作品 也让亲子欢度了愉快的周末时光 借吕慧欢迎市报道